好 主持人說我們馬上帶你來關西 目前記者所在位置 就在馬祖北竿旁邊的大丘島 這裡是無人島 但島上有上百頭梅花路 全部都是野生的相當親人 我們走在這邊 他們就乖乖在旁邊 也可以跟他們近距離的來互動 而其實從這個大丘島往旁邊一看 離中國就非常的近 用肉眼就可以看到 甚至也可以看到對岸的這個風力發電機 而今天海基會秘書長羅文嘉 來到大丘島上面看到這些梅花路 以及看到了中國土壤其實有感而發 認為兩岸的和平之路 其實雖然走得顛簸 但是也要繼續努力 今天他也說了 他覺得接下來也可以透過 送兩支梅花路和和平平 來代表和平 這樣的寓意帶你關西 軍艦來騷擾 那我們希望 我們展現我們的和平的追求 我們希望透過對岸的海學會 我們協調來送一對的梅花路 到對岸 也就福州的動物園 那各位看到這個和平之路 代表對和平的價值跟信念跟追求 我們希望把這兩支這個鹿取名 一支取名叫和和 一支取名叫平平 和和平平 他們將來也可以升下小鹿 就會有更多的和和平平 不管在福州或在對岸更多地方 那同樣的 馬祖作為對岸觀光交流的一個景點之一 那我們希望大陸的朋友來到馬祖 來到大丘 也會看到很多的和和和和平平 那這些和和平平 代表臺灣人的心願 也代表了臺灣人的價值 各位知道臺灣其實是個善良的民族 臺灣人 臺灣人非常的負責 認真 善良 也熱情 好 可以聽到羅文家秘書長強調說 接下來也可以跟海協會來溝通 來協調呢 接下來把兩頭梅花路 送給中國福州的動物園 那寓意就是兩岸的和平之路 可以繼續下去 而在這一次的這個馬祖的參訪行程當中 他也談到了 看看能不能再找些機會 讓兩岸有二六共識 或是不同的其他共識 希望兩岸的和平可以更加促進 人民的往來可以更加的平凡 那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狀況